擁抱自由 擁抱開源 勇報自由 擁抱開源 我們的V智隆 那跟大家更新一下 在那個粉絲團開張200秒 我們已經有136個讚 麥克風 哈囉 大家好 我其實蠻沒種的 所以說 那個 就 糟糕 糟糕 等我一下喔 人要異物 不要異於物啊 不好意思 我想旁邊放個時鐘嘛 呵呵呵 那我的主題是 擁抱自由 擁抱開源 那我是V字龍 然後這個簡報只會放Github 但是我還沒放 所以大家請關注BGiGEN這個帳號 然後這邊有警告就是說 這邊有濃厚的政治立場 所以說 那個 要 如果不想接受的話 就趕快離開這樣子 然後 然後 V字龍 就算這個是我的ID 我也不代表 CostCop的主辦單位的官方立場 對 好 我是誰呢 像那個 靠北邊大學 大家以為會修電腦的 學生 然後 我是自由軟體構建者 然後 主要是在做在地化 或是回報軟體缺陷 或是送球 重新修正 然後 基本上我是Ubuntu的 使用者跟推廣者 然後 然後 Alighton 我代表Alighton 佔領這個 主席台 這樣子 好 然後這次要來幹什麼 不是因為 你沒準備 所以明天見 所以說 我要來講一些大學 就學期間使用自由與開放來源 詞碼軟體的心得 然後 因為 就是 因為 我是 修 就是大家會以為 我會修電腦的那個 那個科系 所以說 我後來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 我不想要 就是繼續用 就是說 我之後 進到 那個 資訊行業之後 就是 就是 會被 就是 價值會被 別人看扁的那個 就是 行業 對 簡單來說就是 那個 我不想用 刀板軟體 因為我之後要開發軟體 我不想要之後 就是 有人 那個 有人可以刷刷用我的軟體 這樣子 然後 另外就是 就是 另外一點就是 那個 所以我後來就是 進大學之後 我就 做了一個決定 把 那個 圈版 Windows 砍掉 然後 就是 只有改用 Linux 那 有另外一個目的是 我想要重新衡量 就是軟體 到底是什麼價值 比方說 為什麼 Windows 10 加入版是 4199台幣 為什麼 Windows 10專業版是 699台幣 為什麼不是 419塊啦 或是 40塊啦 對 那 我們是 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原因 在做這個決定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大家會遇到一些困難啦 比方說 只支援 Internet Explorer的 教學物系統 然後 然後 French Windows電腦的 微軟網站 大家 如果眼熟的話 這個是 那個 微軟的 Edge的 再兩分鐘喔 你的始終騙人的啦 嗯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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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 解決之道就是 那個 就是 其實是有解決之道的 就是說 你可以先溝通 然後 呃 欸 喔 這邊 就是說 你先跟 跟別人分組做作業的時候 邀請他們講說 我的作業系統不想用某專用軟體 所以說最好是一開始就避開它 然後 呃 好 那我這邊要感謝就是 那個 EasyGo的作業系統 就是說 那個有一個 我一直很欣賞 EasyGo9的那個 桌布 然後 呃 還有多少 呃 1分鐘 10秒 好 好 那那個 這個是由 歐薩克所 主導開發的 那個 更多年級的作業系統三個版本 然後 呃 之前有 有幸運邀請那個 孫四平 李先生來 那個 比社團演講 然後 然後 就講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呃 EasyGo9這個桌布 是有含義的 就是說 當 那個 周二輪體就像是那個 那個 城市的光害一樣 就是當我們把光害遮住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那天空中有非常多的 那個 像星星一樣的自由軟體 對 其實自由軟體是有 蠻多 就是有 有用的軟體 這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 那個能夠盡量發現 這些軟體 這樣子 對 嘿 然後 好 那 呃 我簡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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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